这个一吨重的女人到底有多懒 简直懒到令人发指 姐姐不小心摔倒需要她的帮助 听到动静的她只是毫无在意地瞥了一眼 并没有做出任何的行动 直至姐姐身上爬满的蛆虫 她从来不出门 甚至可以一年不洗澡 而面对母亲的去世 她是这样说的 因为母亲的去世 姐姐原本打算在这里照顾妹妹一段时间 但就是因为这个决定 让她害了自己 首先是堆积如山的账单 都是在已经去世的母亲名下 而妹妹从来不管不问 她甚至不知道用电需要付费 只知道一来伸手 犯来张口 此时的屋内传来婴儿的啼哭声 她很不耐烦地说了一句 姐姐对此表示很无语 随即起身朝婴儿的房间里走去 就在她路过妹妹房间的时候 看到了地上随处乱丢的餐盘 姐姐无奈地吐槽了一句 并捡起地上的餐盘 不料一转身 听到动静的妹妹只是冷漠地瞥了一眼 而姐姐的左脚骨折 一架身